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入所之相的一个大意就是引导一个菩萨来如何的来误入这个生命的真实相 或者说是大乘的中道实相 那么这当中在本论当中是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方法 那么一个菩萨我们在休息六度之前一定要先误入中道实相 那么怎么误入中道实相呢 这当中本论讲到菩萨必须具足两种根本的功德 第一个是菩提心 第二个是空正见 那么身为一个菩萨 首先你应该先夸起菩提心 也就是说呢 我们应该要如此的观察 整个三界的果报 是我们一念的心事所变现的 假设我们内心当中是累积了杀到淫妄的罪业 我们就变现刀山油锅的三二道的果报 那么这种三途的果报本身是逼迫性的 所以逼迫性的本质是痛苦的 它不是我们生命的依止处 那么假设我们内心当中所依止的是一种 不失慈戒忍辱的善业 那么这个善业 它表现出来的时候是人天安乐的果报 但是人天的安乐果报的本质是一种 无常变化 是不安稳性 也就是说你今天拥有一个 你感到快乐的果报 但是你可能明天会失掉 所以这种不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所以我们菩萨从观察三界的痛苦跟快乐 基本上都不是我们应该去皈依的依止的处所 所以菩萨从这样的观察 花起了真卫生死 花菩提心 厌恶三界的生死 心求大波涅槃 我们要的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够不尽 不争不解 永远离开对立相貌的一种 就近安稳的快乐 那么当菩萨内心当中 许下这样的试验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一个方便力 来保护这个菩提心 什么是方便力呢 就是空振剑 这个空振剑在本论当中 他的所谓的空振剑 简单的说就是 骗迹本空依他如幻 也就是说菩萨修习空观的时候 是以空性的智慧 消灭内心的妄想执着 而且同时修习假观 来成就种种的功德庄严 所以他菩萨在空观的时候 是有所破坏 有所建设的 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 那么透过菩提心跟空振剑 在前面说过 历经的资良位 加行位 通达位 修道位到旧经位 从浅到深 有五种的赤地 在前面的长行 都详细说明过了 那么这一下的几二 是用一个重颂的方式 叫别五现观截脱 这个别就是个别的 个别的说明 这个菩萨的五种现观 从资良位到旧经位 五种差别的现观 那么这当中 用一种截脱的方式 用寄送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重新的说明 一个别五现观截脱 那么我们看 这当中有五颗 一资良位 二加行位 三见到位 十修到位 五旧经位 我们先看第一个资良位 富有别五现观截脱 如大乘进庄严论说 福德智慧二资良 菩萨善辈无边际 那么这个地方是 引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 那么这什么是一个 资良位菩萨的一个相貌 就是这个资良位的菩萨 他花菩提心以后 他是怎么修行呢 福德智慧二资良 那么花了菩提心以后 你要赶快地 集集两种的资良 第一个是福德 这个天经菩萨解释 这个福德啊 就是不失实戒忍辱 这三个法门 使用福德资良 那么这个智慧呢 就是我们经过听闻思维 所产生的我空法空的智慧 我们前面说的 片气粉空一发足患的智慧 那么这个智慧是属于 菩萨波罗蜜 但是那个精进跟禅定 是通与两者 精进跟禅定 如果跟福德相应 就属于福德资良 如果是跟智慧相应 那是智慧资良 那么菩萨在资良位的时候 他内心当中许下了试验 他希望远离三界的果报 追求大波的涅槃安乐 那么这个时候 他广泛的积极福德 智慧资良 他内心当中对两种资良是一个什么性态呢 善悲无边际 他内心当中 对这两种资良是多多益善 无有厌主 他没有感到满足的一天 这无边际就是说 他没有停止的一天 那么在这个古德的注解当中 在这一段他提出一个问 他说菩萨花了菩提心 为什么要积极福德跟智慧两种资良 来增上菩提心呢 那在当中的观念是说 菩萨为什么休息福德资良呢 因为菩萨要远离三界的痛 你花了菩提心 你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但是如果你不积极布施持戒忍入的资良 一旦你到三二道去 比如说你做一只狗 做一只蚂蚁 你根本不能实践你的菩萨道的理想 因为三二道的果报 本身是一种障碍 叫做暴战 你得到那个果报 会使你内心暗盾 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要尽量的避免到三二道去 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的生命是空过了 你根本不能生伤 所以菩萨要赶快进取福德资良 为什么远离二去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菩萨有了福报就能够成就安乐 为什么要求智慧呢 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使逆你远离放异 我们在安乐果报现前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被现前的安乐所迷惑 而产生直取 我们就会在路旁的小花当中 在那个地方耽搁了 忘掉我们最后的魔力宝珠 所以菩萨应该要不断地听闻佛法 如理思维 加强心中的观照 对于这种人天的生命变化的福报 他能够迅速地走过去 就是远离放异 那么就是说 资良位的菩萨 虽然他内心的观照力是薄弱的 但是他依止福德智慧两种资良的支持 也就支持他的菩提训练不断地进步 这段等于是把前面的长行 做一个重送 把资良位的一个菩萨的修行相貌 做一个重送 我们看第二个家行位 家行位当中有两段 一 明所误入 二 浅世为世 看他所误入的一个差别 这当中有三个误入的差别 第一个误入佩记词 二 误入一他起 三 误入耶诚实 先看第一段 以法资良善结以 故了欲去闻言类 那么家行位的菩萨的特色 就是他在前面的资良位 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指观 他的长定成就 那么他能够在极尽的心中 思维法义 这个地方的法 什么是法呢 他所思维是什么法呢 在古德的注解上说 就是明义自信差别 也就是说 他观察这个一切的外境 有很多的差别 好人 坏人 有这个德 有识 有各式各样的对立的差别 那么他观察这些差别 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妄想 所变现出来的 离开我们心中的思想 这些对立的差别的相报 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家行位的菩萨 他在禅定当中 对于这种 明义自信差别的 强烈的思考 产生了一个功德 叫善觉仪 产生一个非常深刻 而坚定的理解 虽然还没有完全误入 这个真理 我公法公的真理 但是那个真理的相应的力量 已经特别的深刻 所以他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顾了意气为原类 知道这一切外在的意下 都是我们心中的思想所变现 离开我们心中的思想 这外境的差别是不可得的 天台中 他把这个知良位的菩萨 叫做外凡位 这个菩萨的内心 怎么叫外凡呢 心有里外 他的内心跟真理 相应的时间是非常的少 那么家庭位的菩萨叫内凡位 就是心有里内 他跟真理相应的时间相当的多 那么 什么叫做心有里外呢 就是正见 那么什么是心有里内呢 就是正念 那么我们会说 那正见跟正念有什么差别 当我们去 在人世间的时候 有一件事你不该做 但是你做了以后 你再来后悔 做了以后才后悔 叫正见 就是你根本不能抗拒你的烦恼 那么你能够事先防范的 叫正念 这件事情我已经能够产生 事先的防徽之恶 那么就是说你这个 这一部分的正念 对这个恶法的正念生起 那么在知良位的菩萨 他正见的成分多 当然不错了 能够事先忏悔 这个人已经算不错了 至少是后知后觉 还是有绝 但是这个正念是先知宣觉 他跟环境接触的时候 任意的防徽之恶 为什么呢 因为他禅定生起 他有禅定的色授 那个观照的智慧 特别的强烈 所以你看 他这个知良位的菩萨 他首先表达他的特色 以法知良善觉义 也就是说 家庭位的菩萨 可能在福德方面 跟知良位的菩萨 没有差多少 但是他内心的止观 内心的止观 的确是特别的强烈 他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 大乘的圣生的 唯事所变的万法的思想 产生非常深刻的理解 那么当然这样子 一个人有不同的思考 他的生命 就会有不同的相貌 我们看第二段 忍乐的误入依他己心 若是诸易为事严 急著事彼为心理 那么前面是破除外境的止取 这个地方是破除内心的止取 那么当你已经了知 一切外在的意象 都是严 都是你内心的分别所变现的 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安住在 离开这种相似的意象 离开相似意象 而安住在我空法空的 现前一念的信心的真理 就是我空法空的真理 这个时候他 从前面的破除外境的止取 他一方面观察 其实能变现的心 也是因言所生 也是大体极空 远离了人取向 三 顺住原诚实信 便能现正真法界 事故二相惜减除 体质离心无别物 由此机会心非忧 那么家行为的菩萨 他产生一种 现正真法界 他的那个现观的智慧现前 他 这个知良为的菩萨 在观察真理是比量 由着以言文字的比度良知 而对真理产生理解 但是这个家行为 已经能够限量的 震入一真法界 这种平等的 二空真理的法界 对于这个二相的识取 人取所取的 这种相貌的识取 都能够消除 而通达了 离心无别物 就是这个外境是不可得 而且了解到 内心也不可得 那么就在这种 离开人所对立的状态当中 误入的人所双亡的 平等法界 就是一真法界 或者叫二空真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即将要误入圣位 这个是家行为的末端 这个家行为的菩萨的特色 我们从这个寄送可以了解到 其实它的重点 在它的空性的智慧加强 它不同意知良为的菩萨 在这一点 当然从这个维士的教义上的指导 菩萨的空观第一个 所破的是外境的词取 破是外境 当然这个地方有人会质疑说 那么小正也修空观 大正也修空观 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差异呢 小正修空观 它是从无常无我弃弱 它刚才外境是无常的 身边变化 所以是苦 无常不苦 从苦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主宰性 所以弃弱无我 从无我当中 去向的外境是必见空 所以小正的空观 天台中认为这样的空法是 灭射取空 是完全否定的外界的作用 因为它是无常 是无我的 所以它的作用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灭射取空 它所消灭的是 外境的任何的差别作用 大正的空观是认为 一切宝是心所变现 外境的本性是空的 你心是怎么想 它就怎么变现 那么这样子讲 大正的空观 叫做延起信空 它是一种自信空 它所空掉的是 外境的自信值 它没有自信 一切宝没有自信 完全是我们心中的 联想所变现 你怎么想 这个外境就什么样的相貌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什么说 什么说是 外境是由 我们的内心所变现 比如说你现在 桌面上有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的意向 我们说它的功能 假设是五分 我们从零到十 假设它原来是五分 但是你看到这个苹果以后 你一定会打点很多的妄想 如果你想象 这个苹果 它会做着一个香喷喷的派 它就变成八分了 它的价值提高 如果你把这个香喷喷的派 这上面再淋上巧克力 它这个苹果的价值变成十分 你就有很强大的意乐 想要去吃这个苹果 但是如果你想这个苹果 它是一个腐烂的苹果 派军市 外表是一个苹果 其实它那边是腐烂 这个时候苹果从五分变成三分 你吃它的意愿减少很多 除非你极度的饥饿 脖子你不会吃它 如果你在观想这个腐烂的苹果 其实它已经长虫了 已经有这个病毒出生 你根本不可能吃它 它从三分转成一分 所以说呢 这个苹果它的意象 就是说 它所代表的一种功能作用 其实是我们心中的名言 你的影响案例的 离开你的心中的联想 你的思想的变化 这个意象是不可能的 大圣佛法的空是这个意思 它无自信 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个观念 大圣佛法经常讲一个 对一个菩萨提醒 佛多在大圣经里 经常提醒菩萨说 顺利皆方便 那小郑的思想认为 顺就是顺 这个人是帮助我的 这个因言是帮助我的 那就是帮助我 这个因言是对我仗道的 永远是仗道 小郑的法师认为 顺利是有真实性 大圣佛法师 不认为这样 因为它法的体系 是你内心的名言 所变现出来 我们修大圣佛法 你要永远记住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帮助你 所有的人也可能会障碍你 一切法呢 应用之妙存呼吸 就是说 我们不要老是说 这个人是我的厌家 这个人是我的亲属 你不要这样想 世间上是不决定的 你要应用得好 你的亲属也会障碍你 你要应用的妙 你的厌家 会变成你成佛之道的 一个重大的 加息你的质量 所以我们从大圣宫观之道 了解到 其实 重点不是说 我们去 去改变外境 满足我的需要 其实这个是做不到的 重点是你要能够 应用之妙存呼吸 如何来善小的应用 你由前身的业力 我们前身积极的一种业力 这个业力已经表现出来了 我们必须要面对 这是一个事实 当我们去面对自己的业手 变现的果报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应用它 这是重点 应用之妙存呼吸 当然你就必须要了解到 其实外境的功能 是你的内心所变形 那么这样子 你就知道破除外境的质取 那么破除外境质取 当然修法空观 所以大善事先修法空观 然后再逆心了不可的 修我空观 那么误入平等法界 这个加行为就做两件事 破除所取向 破取人取向 看庚山的显见到位 智者了达二皆无 等住恶无征法界 这个菩萨从资良位到加行位 现在入了见到位 所以他这个地方 已经有资格称了智者 见到位的菩萨 他那个无分别的 无肉的智慧现前 那么这样的智慧有什么好处呢 了达二皆无 了达这个人取所取啊 都是毕竟空的 完全是一念的明了的 平等的心性所显现 所以他能够安住在 他能够平等安住在 人所双亡的一阵法界 这个见到位的菩萨 他远离了凡夫的 持着外境的相貌 凡夫是 心随进转 有什么外境就有什么心态 所以凡夫的心是做不了主的 是用外境做主 那么这个见到位菩萨 远离凡夫的执着外向 也远离了外道的执着内向 外道在禅定当中啊 他在四禅四空当中啊 他知道外境是如梦如幻 但是他能够去变现外境的 这个禅定的心啊 他认为是真实的 他那个明了分别的心性呢 是真实有力量的 一种有主展性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见到位的菩萨也碰出了 所以他已经 陆入了恶无的 平等的真法界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超越了凡夫的这个福报 也超越了外道的残地 那么这个波雷是会现前 看庚寺的显修道位 慧者无分别致力 周遍平等长顺行 灭意真梗过失去 如大良药小种毒 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修道位的菩萨呢 以这个法说跟辟书来做一个说明 先讲法说 那么这个见到位的菩萨呢 他内心当中呢 能够依止无分别的智慧 那么这种无分别的智慧 他在生起妙幼的时候 他在修这个六度是怎么修呢 周遍平等长顺行 这个无分别是啊 他能够周遍在一切的六度当中 不管布施慈戒等路 渐渐禅禅定乃至智慧 他都能够修习我空法空的平等智慧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修习平 这个菩萨在周遍平等 修习六度的时候呢 他能够横长随顺 这个随顺啊 真如而修习 什么叫随顺真如而修习呢 我们说明一下啊 在资良位的菩萨也修六度 但是资良位的菩萨 内心是有所得 心有所住 或者住外境 或者住内心 那么有所得的心 在修六度啊 我们叫做善业力 或者叫做资良力 它是一种福德资良 它只能够受资良 这种资良不能断破正真 就是在你内心当中啊 一片混乱的杂染心中啊 多了一个善业如此而已 这个善业的存在 对你无量无边的烦恼 无量无边的障碍 不能将你破坏 不可以对峙 但是这个修到位的菩萨 不可思议 他刚开始在杂染的心中 出现了一个点状的光明 就是无分别死 但是他这个光明啊 跟六度相应的时候 当他修布施的时候 表面上他在修福报 其实他在修布施的时候 断破正正 他在实践的时候 断破正正 他修每一度的时候 都能够产生断破正正的效果 因为他的善法 是由无分别死所推动 所以他每一个善法 全部变成无肉 他不但是积极善业 向外积极善业 向内对峙烦恼 这个就是所谓的 周遍平等长顺形 他能够在一切的善法当中啊 随顺真如而行 那么这样的一个相貌呢 那么这个无所不杀呢 讲出两个批语 第一个灭一真梗过失去 他能够灭除一 这个一就是所之一 就是阿赖以士 就是这个修道位的菩萨 他在修六度的时候 灭除阿赖以士的真梗 这个真梗啊 就是草木重生的样子 很多草木啊 就是上来 车子也开不过去 人也走不进去的 那么这种真梗呢 是一切众生痛苦的根源 这个修道位的菩萨 修六度的时候 他能够练练之间啊 灭除真梗过失去 儒大良药消中毒 就好像这个殊胜的阿赖陀药 消灭一切的重度 这个变化 赞叹啊 这个修道位菩萨的六度啊 是不可思议的六度 不可思议的六度 不像前面的 这个这个这个 前面的资良位的六度 每一度都是产生强烈直取 所以强烈直取 修行六度啊 叫做积极善业 但是他内心当中呢 不能够调伏烦恼 不能产生一种真上力量 不可以 这个地方的差别就是 因为他以五分别式来推动 看耕武的显究经位 佛说妙法善成立 安慰并跟法界中 了之恋去为分别 勇猛即归得海岸 这个地方表面上是旧经位啊 其实古德说啊 这个地方是接近于旧经位 相等于等觉菩萨的旧位 还不是旧经位 但是跟旧经位很接近 佛说妙法三成立 这个即将成佛的 这个修道位的菩萨呢 他能够依止大乘的妙法 成就一种无能的功德 什么样无能功德呢 安慰并跟法界中 他能够安置这个智慧 这个地方的智慧是无分别式 那么这个根呢 是根本一 这个根本一指的是无构式 或者讲大言禁止 那么他这个地方能观的字 跟所观的礼啊 是平等平等 是安置在一个平等平等的一生法界 就是人观的字造所观的礼 如如字造如如礼 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所对立的 这一段是赞叹菩萨的无分别式 下一段赞叹后德式 表示炼气为分别 勇猛极鬼得海岸 那么菩萨在空当中呢 他能够观察空而不空 在清静的一念心性当中呢 显现如梦如幻的佛道 那么勇猛的追求 在一念清静的心性当中呢 显现如梦如幻的众生呢 那么广泛的度化 所以在一念的心性当中啊 那么追求如梦如幻的佛道 度化如梦如幻的众生 善能分别 一切法的差别啊 那么迅速的能够回归到 诸佛的功德彼岸当中去 求这个后德式啊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那么积极广大的福德识会 他一方面以这个空观啊 消灭心中的魔法二识 一方面以假观啊 从空出假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那么这样子呢 他就迅速的要成就万德中原的佛国 那么这个地方 等于是把这个菩萨的整个 根本功德 从菩提心搞空振剑啊 分成五个阶位 这五个阶位啊 我们在写许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位 因为知良位是一个重点 知良位的菩萨呢 说穿了就是发菩提心 忏悔业障积极知良 所以知良位的菩萨呢 是从业力上修行 因为他止观太薄弱 他的菩提心完全是靠他的行为 他一定要有善良的行为 才能够产生善良的心态 然后由这个善良的心态 来支持他的菩提心 这个菩萨只要造罪 他的菩提心就受到伤害 就是说什么叫造业来支持菩提心呢 就是说他一定要有善良的行为 来支持菩提心 就是知良力 积极福报 听闻佛法 靠知良位 那么嘉心慰的菩萨不同 嘉心慰的菩萨是完全在一念心中修自观 他一念心中啊 是修习负得知悔知良 他完全主要是由这个善业力的修行 转成一种正念力的修行 这个功力啊 更精致 到了建道会是不可思议的 他把正念力跟善业力合在一起 他的正念力就是善业力 善业力就是正念力 他每修一个善罚都是正念力 他的正念力也加到了善业力 这是不可思议的经济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界位 看到菩萨在操作这个菩提心 跟空振剑的时候 他越来越精致 那么产生的这种 祸恶身上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 那么这个地方叫入所知相 入入中道实相的两大功德 菩提心跟空振剑的差别相貌 我们看以示的比入因果分 那么在当中有两段 第一个 结前问后 二标是正答 天提出一个问 然后再一个答 无作菩萨很喜欢用这种 问答的方式来表达法义 我们看第一个问 如是以说入所之下 比入因果迎何可见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引导一个菩萨 如何来误入中道的实相 那么这个误入中道实相 有很多很多的差别的因果 这当中迎何了之内 我们前面说明一下 这个其实它整个菩萨道的贯穿点 就是一个菩提心 你有一个很强烈要成佛的意愿 这个是贯穿从繁复到成佛 但是菩提心的相貌 会随着我们内心的智慧跟行动 而产生变化 那么在前面的入所之下 它的菩提心主要是跟观照力相结合 就是资良位资良位的观照 那么这个嘉行位嘉行位的观照 修道位修道的观照 所以前面的入所之下 讲到菩提心跟空振剑 是用观照力来加强你的补给 那么这一段就更进一步的 由观照力而产生一种行动力 就是六波动力的行动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 每一个观照 它所带动的六度的相貌 资良位资良位的六度 嘉行也嘉行的六度 修道以后也修道的六度 这些差别的因果 我们应该如何了解 就是前面是讲 试验力跟观照力 这个地方再把这个行动力加进去 那么这样菩提心 就更进去了 那么这个比度因果 那么这些差别的六波动力的因果 应该如何了知呢 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看丙二的回答 回答当中有两段 第一个叠前总标 二一标别四 先做一个总答 再一个别答 我们先看总答 为了师界人 精进尽力 玻璃六种波动力多 就是 误入中道实相的因果是什么呢 到底什么是那因果 先简单的回答 我们要误入中道实相的因果 简单的说就是靠着 布施 十戒 忍入 禁令 财经 十肥 六种波动力 这一下都会把六波动力 详细的说明 我们看这个一标别四 一标别四当中分两段 第一个裂变二位 二广选十门 那么裂变二位当中 先一个 第一个双问真起 二别答显位 先提出一个问 提出两个问 银河由六波动力多 得入为四 副银河六波动力多 则成比度 比度因果 就是说 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问 问这个银相跟果相 前面说比度因果 那么 在成就中道实相的时候 的过程当中 什么是因呢 银河由六波动力多 得入为四性 这个为四性 就是一种智慧的观照 这个智慧是因 那么副银河六波动力多 成比度果 就是六度是果 我们说明一下 什么叫智慧唯一 六度为果 当我们凡夫啊 是从一个有所得的心 我们的思考啊 往往是对立的 你要嘛 你说我是左有向 要不然我就全盘地放弃 左空向 我们很难走第三条路 中道 说是非公非有 即公即有 我们反正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你想成就大副涅法 你就飞走这条路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 你刚开始要先有一种 听闻正法如理思维的一个 简单的证件做基础 这个证件就是 升起六度的因 它是一个 带动六度的一个主要的因项 所以观照力是因 那么由这个观照力 带动了六度 六度是果 因为你有这个智慧 你才会修行六度 六度是果 这个行动是果 但是这个 你行了六度以后 它又会增上你的智慧 又创造一个新的印象 一就是人生 能升起六度 那么这个新的智慧 它又带动一个新的六度 就产生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 要产生一个新的智慧 这新的智慧 又产生一个新的六度 所以它的因果是 辗转升起的 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 就是因为 假借这个智慧带动六度 由六度又产生智慧的一个辗转的因果 就使令菩萨慢慢的破恶生智 虚想以果到 所以说智慧的观照是因 六度的嗜修是果 这个地方先做一个总标 那么先提出一个问 认识一下以下回答 别达显位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从一个地前位 一个资良加显的 一个凡夫的菩萨来说明 它的智慧跟这个行动的相互关系 第二个是从地上位 见到位的圣人菩萨 他如何用智慧来带动六度 六度当中就增长智慧 从两个街位做一个总搜 我们看这个地前位的菩萨 为此菩萨 护着才位 不犯思罗 以苦无动 遗修无限 遗如是等散动因中不限行时 心专一净 愿能如理 简则诸法得入为事 那么这个菩萨呢 就是已经是 发了菩提心 记住空振见的菩萨 他准备 要很正确地走在菩萨道上 这个菩萨 那么当然他那些一定有智慧了 我们说过 智慧是升起六度的印 那么他依止他的智慧 怎么修六度呢 第一个 不招财位 这个修布施 那么菩萨的重点 在于不贪着财富跟地位 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 菩萨在施良位的时候 长时间的 使菩萨实践人物的福德施良 他很可能会出现财富 或者是受到别人的尊重 就有地位 当然这个因果的招感 是谁也不能去否定他 但是菩萨应该观察 这个财富跟地位是生命之法 只是他生命当中的 一个生命的过程 那么他的重点 应该要调伏心中的爱着 所以重点在这个不着 为什么不贪着呢 古德注觉说 不为贪欲所累 这个累就是幸福 因为你产生贪着 重点不是外在的财富 跟地位有问题 而是你贪着的时候 你心中会产生一种欲望 这种躁动的欲望 障碍你的菩萨 使你对于你的生命的目标 就开始模糊了 你不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这是一比较可怕的地方 障碍伏地心是比较可怕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应该要透过布施 把你多余的财富 守出去 尽量避免这种对地位的追求 因为你不要去让内心产生一个累赘 贪欲的累赘 因为这个贪欲 它升起的时候 你还得对视它 更麻烦 第二个 不犯失落 那么菩萨对于所受的戒法 应该要不交悔犯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远离恶趣 你就应该对于这种杀到 以往的这些根本重罪 以及他所相应的这些赦罪 所以要好好地受死 因为菩萨要远离恶趣 第三 以苦无动 菩萨对于人事的干扰 要能够安忍不动 那么 以修无限 菩萨对于所修的福德 智慧的资良 要永远保持进步的状态 为什么呢 这一下解除一个原因 其实前面的四度就是一闪动印中不限行使 也就是说 菩萨休息前面的不失实践 忍入禁禁的重点 还不是休息福报 这个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创造一种不闪动的阴影 就是一种寂静的力量 有这个寂静的力量 你才能够心专一静的休息指 才能够专注当中 去检测万华为师 一切法身与心所变静 你一定要创造一个寂静的力量 才能够去思维观察法意 才误入了为师的真理 所以菩萨刚开始 依止一个文师的智慧 而修六度的善法 由善法当中 要创造一个寂静的心情 那么增长一个智慧 这就是一个地前菩萨 凡夫的菩萨的修习的念 好 我们先休息十一种 待会再把这个观念 再做一个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